M103 W126 大家好 我是當大哥 今天的課目是來介紹 W126 引擎室裡面的一些零件的名稱 跟它的簡單的功能 現在我們看到的這個是 M103 W126 6缸的引擎 我現在是從前面車頭的部分 開始做簡單的介紹 第一個我們現在看到了 這個就是所謂的歐島瓜 火爪瓜就是點火放大器 再來 這個 我們就知道這個是ABS 這個呢 是點火線圈 點火線圈 前面經過歐島瓜 把電流放大給點火線圈 然後來到這個叫分電盤 分電盤之後分送給這四缸的火器 就是在作為點火 那這個就是所謂的水溫開關 追估 那追估當然它有分好多種溫度的設定 有不同的溫度設定的水櫃 水櫃的話螺絲從這裡拆 那在這一顆呢 就是POWER的方向機的Pump 那這裡面 要平常保養的話 就是把這個螺絲打開 然後呢 裡面是那個方向機油 這支是引擎的避震器 下面有看到的 現在我們看的不清楚 這裡面有那個曲軸的感知器 然後我們的歐島瓜是有曲軸 感知器 把訊號送出來 給歐島瓜來做放大 再來看到了這一顆 這顆就是俗稱的 代速馬達 就是代速控制器 ECU是 由代速控制器裡面的閥門 左右轉 然後打開跟關閉 裡面的這個空氣門 來控制我們的 維持我們的代速 再來我們看到的這隻噴油嘴 噴油嘴總共有六隻 一、二、三、四、五、六、六隻 這隻 這隻 是 能說 噴油嘴 噴油嘴 然後再來我們看到的 是噴油嘴 噴油嘴 噴油嘴 在W26的六甲分油盤 W26的六甲分油盤 油壓調整器 空氣流量感知器 再來這個呢就是柴牙拔 再往右上往右上這個就是故障撿織器跟W124-1102MG是一樣的 1-2孔2是接地,1-2孔是轉速訊號輸出,2-3孔是調控佔筆的 那是要有專用的電錶 那是如果說在90年之前的歐規,因為它沒有歐兔 所以2-3PIN是沒有訊號輸出的 我現在把它鎖上去 再往上 我們看到的這個就是心腕質的調整器 S,從S開始1,一直開始到7 S的話一般,S的話是指比較高心腕質的 如果95的話是應該往上拉之後旋轉 調到指針的這個位置 目前我們看到的它所在的位置是在N 也就是說應該是在照廠商設定應該是在屬於中心腕質的 那92吧,大概是92 這個,我的經驗我設定 因為它會影響到點火時間 但是差別不是很大 所以事實上這個我們可以不用去關心它 那再來這個就是保險絲開關 保險絲開關的話就是 往上面拉 下面的扣環鬆開之後 我們就可以往上提 這裡面是保險絲開關 再來這個是總邦 總邦,這是總邦的那個 有量感知器 這個就是ECU的高壓保護 這上面有保險絲 兩顆保險絲 有的是 有的是有一顆 這不一定 可是這個主要是保護ECU 不要被過高的電壓 可能16,7幅 所以損壞掉 這個呢 是AC的濾類 就是冷氣的濾類 這個如果故障的話 冷氣就不轉了 那這個呢 就是 汽油幫補的濾類 這個倒是比較容易壞 那它 那這個 冷氣的濾類的話 大家所碰到的一個問題 就是說 常常講說 欸,我為什麼冷氣 有時候不冷 但是 如果 我電源關掉重開 它又冷了 也就是說 冷氣的 冷氣的那個 電磁閥 它沒有吸住 大家都要怪它 其實 應該檢查的是 皮帶的鬆緊度 就是 皮帶 一般來講 都是發生在皮帶的墮輪 那皮帶的墮輪 調整方式 是由這裡 有這根螺絲 在做調整的 我們再走過來這裡 這個是發電機 發電機 然後這裡是 油尺 油尺 再來這個是 變速箱油的 油尺 變速箱油 是應該在 引力發動當中做兩側 然後再往上的話 往上的話 這個是 這個是 ABS的 控制 ABS的電腦 這裡面 然後旁邊這個呢 製造的這個檢測孔 但是這個檢測孔 其實 我感覺到它沒有什麼用處 因為它 能夠告訴我們的資訊 太少了 所以 這個 基本上 我們都不管它 我的經驗 我是不管它 這個就所謂 引擎卡 我這個 這部車的引擎卡 現在是 幾乎是新的狀態 很棒的 它的高度夠 如果 引擎卡 如果磨損的話 它的橡皮會被重量壓下去 就會扁掉 引擎卡 如果以這個狀態 這個引擎卡 是算 狀況很好的 左邊這邊 又 也有一個引擎卡 不過我們現在是看不到 這個是 機油 濾清器 基本上大概就是這樣子 好 報告完畢